第一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拇指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肩脾后仗 或者是肃战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要是肃战马俊 右手的坐金刚圈 右手压着这个大腿动着的动脉 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 三国金刚书印 压制作笔以后 从右笔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书 也是压住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右笔 从左笔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书 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笔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赤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开始念这个圣母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你知乎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提醒了 Izhe Hart 这是动作销 杨栋梁 iik 把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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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流利一一屋 好看 嘎,嘎,嘎,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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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概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四字包座上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地开始祈祷 心里面想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命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相续当中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 念二十亿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让我来讲 我来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次讲《大圆满前行》的同时也要修行 修行的内容是根据五国王尊者的 《信心修行》实修法的内容来给大家传讲 先我用简单的语言给大家做每天的修行 引导的法意接下来过后我们要共同地修行 所以一般来讲每一个引导法 修行法 两三天当中希望大家一定要观修 观修的如果因缘 时间全部居住的话 每天都四座如果实在不行也是每天都是修两座 这样的修行要不断地下去 仅仅是我们理论上知道而没有心里面想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每次修行的时候 首先应该对上师三宝有虔诚的信心 以这样的信心的基础上念诵《皈依戒》 平时我们《开线解脱》段里面的《皈依戒》 诵也可以或者说你其他的一些传承上师 金刚语的《皈依戒》完了以后要发心 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我要修行大圆满前行法这样一边发心一边念诵法心的偈颂 然后反反复复地自己观想 我这次没有堕入到八无侠当中去了 如果我转生到八无侠里面去那不但没有修行的机会 而且连真正正珍贵的人身都是得不到的 所以反过来说我这次获得了这样下满的人身 是非常地欢喜这样来想 八无侠大家也应该清楚如果我们转生到地狱里面去 汗地狱和热地狱每天都是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 汗热的痛苦那根本不会有任何修行的机会和时间 不可能有的这个道理大家也心里面一直想 这个没有什么不会想的幸好我没有转生到地狱 地狱里面肯定没有修行的机会一直这样想 过来之后哦 幸好我没有转生到饿鬼里面去 如果转生到饿鬼里面去那饿鬼每天都是感受饥饿的痛苦 根本不会有修行的时间这样想 然后又想到我这次没有转生到旁生当中去 如果旁生里面去那旁生每天都是互相担饰 被益饰或者人类被它迫害这样以后 根本不会有修行的机会我们身边的这些牛 马 羊 什么大雄猫 什么这些旁生 世间人认为是比较好的动物也不会有修行的 这个机会所以我这次真是很开心没有转生到善恶区当中去 然后同时又想到我如果转生到长寿天里面去 长寿天那每天都住于一种五年的禅定当中 寿劫也是不可能行过来的 所以我不可能有修行的机会 最后那个长寿天一般生一个邪见而堕入下方的 所以我没有转生到长寿天非常的快乐 心里面反反复复地应该这样想 然后我想我这次没有转生到遍秘的地方 如果我转生到遍秘的地方那佛法的光明 佛法的闻思修行 教法正法什么都是没有的 这样不可能有修行的机会 然后我这次如果转生到一些外道里面去 这个外道平时相续都是被各种可怕的邪见所束缚 而没有修行的机会 但是我这次的确也是转到人身并且具有正见的 因此也很欢喜 如果我转生到一些暗戒 佛没有出世的连三宝的名号也是听不到 那我不可能有修行的机会 但是我这次佛法兴盛的明界当中真是很开心的 然后又想到我如果转生到阴雅 也就是说一根不具足的这样的人到当中去 那不可能堪为发起的 可是我这次的确也是转生到人间 而且自己的六根全部具足 应该生起极为的欢喜心 这就是我们以前也是反反复复讲过很多 把无侠无侠没有空闲修习 而我没有转生到无侠当中 有现象 有时间 有空闲修行佛法 这一点我看在座的各位都没有什么不会想的 我刚才所讲的内容大家一起想地狱 饿鬼 旁生 长寿天 便秘人还有外道以及阴阳 安洁 这些里面没有转生而我转生到真正有佛法兴盛的地方 真的实际上也这样的你们不知道会不会这样想 你好好地想一下其实我们现在不能学习佛法的便秘地啊 很多地方是比较多的但是包括起来 除了这八种众生以外没有一个不包括的 全部都可以所以我幸好这次没有转生到这些当中 如果转生到这些里面绝对不可能修行佛法的 尤其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连三宝的名号 都听不到的一些便秘的大城市里面的这些人都非常可怜 幸好我没有变成到他们的人群当中去 一直心里面这样想这种欢喜心我看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下面我们这样一起观修 观修五分钟以后再回向善恶 我这次所修的善恶回向于所有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这个功德非常大的我们通过这样修行以后真正能找到一种感觉 如果你没有这样修持光理论上恐怕找不到感觉 所以大家共同续心 所以大家共同续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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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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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可以能感受得到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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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你看见那些人群的时候 看见一些大城市里面的人或者看见旁生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 噢 我幸好没有变成这些 我们如果以前没有修的话 我们看见旁生也 噢 这是理论上说的旁生 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感觉的 如果我们通过很长时间这样修行以后 看见旁生的时候就知道人生难得是很不容易 看见一些不信佛教的外道徒的时候 就知道 噢 我这个心获得了下满人是不容易 所以每一个引导的内容不是 像禅宗里面所说的什么都不观想 什么分别念都不起我们这次不是这个要求 一定要把内容先最好看一下 修的时候不用看里面的内容基本上你就清楚 清楚以后你再继续思维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很多上师们以前修假行的时候 反反复复地这样想后来在实际生活当中它会用得上 所以我们这次也非常希望 大家都能得到一些感觉和感受 我觉得大家共修和自己一人修行的力量都是很大的 刚开始的时候你的分别量特别奇怪 不一定能收回来经常忽思乱想会有这样的 但是长期这样不会有这个困难 我都有时候刚刚城市里面回来 讲第一堂课的时候好像心就收不回来一样的感觉 讲了两三堂课以后感觉就比较不错 所以你们刚开始一两次入定的时候肯定有一些困难 然后慢慢会得到修行的境界 所以麦彭仁波切也是先观察修然后再按住修 所以现在我们这样的修行叫做观察修 分别念来进行修 并不是心要按住心里面一直要想 一会儿可能你的分别念过去 那个一会儿又把修回来又强迫地让他在这个道理上进行思维 通过这种方式来修行好 下面善根回向给一切众人 这样子是想让他在这种方式进行思维 叫做观察修行的 比较语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